碳循環 碳循環主要是指碳元素在地球的大气圈、生物圈、水圈及岩石圈等储存库之间的交互作用 生物透过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 使碳与大气圈及生物圈之间的循环 那因为二氧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的变化 使得二氧化碳在大气圈与水圈之间的交换 而海洋中沉积物经沉岩作用可将碳储存于岩石圈 活山作用又可将岩石圈中的碳释出至大气圈 而钙铭细酸岩类的岩石的化学风化作用 需要使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为反应物来分解岩石 那碳元素储存于碳的储存库之间的交互作用 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 所以在不同的地质年代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呈现不同的变化 那富途为地球科学家 根据不同年代岩石中的相关化学成分 由全球尺度的观点 推论显生源以来至工业革命之前 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情形 现今的全球暖化问题主要是下列哪一个因素所造成 那我们根据刚才的叙述 我们可以发现二氧化碳碳循环中 它会不停的在循环 那由附图可以知道 原本包含在岩石圈的碳与氧的浓度逐年在下降 那因此我们可以做出 埋藏于地层中的有机物 它被氧化成二氧化碳 并进入大气中而造成全球暖化的现象 所以本题答案选择的是 一选项埋藏于地层中的有机物质快速减少并氧化